大家好,我是斯坦小姐,恩哥,阿姨,大家鼓勵分明 时间来到7月6日,星期独立 在这里祝愿大家有愉快的周末 今天亦是我们云南团队的第四日 今天的行程主要集中在丽岗这边 丽岗的玉龙雪山和畜河古城 昨晚我们所住的酒店是丽岗市的法国牌子 哲乐福花园度假酒店 哲乐福花园度假酒店是采取别墅式的 所以它的酒店非常之大 我们昨晚住在的是第六栋 它这间酒店大成点 总共是有二十多三十多栋 我上一团就住在二十多栋 今团住在第六栋 早餐的地方位于前台的对面 由早上六点半开始 它就已经有早餐供应了 早餐的品种也都非常丰富 总共差不多二十多三十个 你看这些包都有,超级有趣 今天是星期六 它晚上都有自助餐 由六点到八点半钟 是98万一位 真的很想试一下 不过看情况吧 我们这个团队是八点半的索度 所以我们之后早七点我们要出发 第一站去哪里呢 就去这个供养中心 来到这里有两样东西要做 第一样东西是租衣服 因为玉龙雪山上面比较冷一点 如果没有带衣服的朋友 这里可以做到 第二样东西是买洋气 因为始终玉龙雪山的海拔素 有一定的高度在这里 如果想达索度 我建议一天要准备一支 如果是小索度 之后我们这些团去云产品 我自己建议是两个一支 或者如果你很喜欢拍照的 我建议你最好都买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高原拍照 通常都不出现面车口唇白 而氧气就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了 这样的话 起码你拍照拍出来都漂亮很多 还有街边上有些卖洋气 买到十元一支 那些是不是氧气呢 自己去想吧 大概是几分钟 我们搞定之后 就上车了 前往玉龙雪山的景区 由速后古城出发 大概都要40分钟左右 才会到玉龙雪山的景区 玉龙雪山这里有几个停车场 我们是停在三个停车场 三个停车场也是最近有限中心的停车场 来到这个景区 会见到很多人都是穿红色衣服 穿红色衣服 什么来的呢 全部都是租衣服的 8点钟我们正式入场 先去云产屏这个景区 因为我们是8点半钟的索度 上云产屏的景区 需要乘坐旅游巴士上到一个平台 然后再转成索度上去 如果你有留意风景的话 今天天气真是很大霸 所以你说如何上大索度 上不到 唯有改去细索度 即是云产屏 一个纜车是坐8个人 坐满就走 纜车小索度大概是坐几分钟 5分钟左右 就会到达山顶 从山顶看下来 你会见到南乳谷那边 不需要心急 我们下午会去玩 上到山顶之后 明显是冷很多 大概多少度呢 下面的就是20度左右 而上面的大概是16度左右 因为风景真是超美 什么都看不到 远的看不到 近的看到了吧 看不见到 那个站到后面 真的超级美 挺有仙气 游乐车的地方走到草丁 大概是15至20分钟左右 如果你不走的话 你可以选择坐哥尔夫球车 当然是另外一个收费的 走路的话走左手边 搭电瓶车的话 走右手边 从这个地图可以见到 不论你是搭车也好 走路也好 去到都是去到上面 然后下一个圈 沿路反回就可以了 今天真的非常漂亮 这里要和大家说一个 肉龙第三角的故事 什么叫做肉龙第三角呢 原来话说 云产平这个地方 就是纳西族人殉情的地方 原来从古到今 纳西族都是走一夫一妻制的 你知道了 以前的年代都是说 梅雀之言 梅多梅女 对不对 但是少数民族 他们在山头当中 互相去结析 互相去结合 互相去谈谈 但是最后是什么 被人分开了 他们就很伤心 对不对 而云产平这个地方 是非常有仙气的 再加上直辟茂成 参树林立 成为了他们一个理想的角度 什么叫做肉龙第三角呢 肉龙第三角又怎样去呢 肉龙第三角去的方法很简单 只需要你走上去 云产平 上面那个草甸 然后翻过那座山头 由上面那里 You jump I jump 就可以去到肉龙第三角了 所以在捱的下面 也都叫做殉情谷 这一道就是肉龙第三角了 传说这一道来说的话 什么都有 那两个人在那里可以相亲相爱 非常之浪漫 如果你是有抑鬱症 或者你刚刚失眠的话 我建议你立刻删除这个视频 生命是很宝贵的 你又第一次做人 我又第一次做人 大家要珍惜生命 千万不要像他们那样 云产平这个地方怎么玩呢 就上到这里 跟着我赞赌走一圈就可以了 哪个位置拍照最漂亮呢 就是最多行影分纱上那里 就是云产平最远的地方 也是最近的崖天的地方 那里最多是天分纱上 我这段上到是8点多 差不多9点 放到10点半 时间绝对足够 之后搭车下来 下来的话玩什么呢 下来的话就玩这个南越谷这边 它会有一张车票 这张是电瓶车票 当中会停几个站 这张票绝对不可以不见 你大索度也好 小索度也好 或者你中索度无有平也好 都不及这个美的 这个就叫做南越谷景区 都是我视频开头的画面 就是这里了 南越谷最漂亮的地方 如果好天的话 后面是不见到雪山的 第一个停车位就是这里 又停车位走到尾 大概一分钟而已 所以有时我们时间讲的话 整个南越谷的游览时间 一个小时都够了 如果你时间讲的话 你那三个景点 都可以坐车去经过游览 拍照后上车就可以了 但因为我这段时间是非常充足 我是9.8个时到达南越谷景区 然后约了他们12点半 在中点站等 我们全程都是徒步走下去 非常之容易走 全部都是棧道和下山的 南越谷的水为什么这么难呢 因为下面的确物质非常之多 注意一下 这里的水是不能喝的 南越谷下一个景点叫做白水河 白水河这里我们是走下去 然后由南越谷走下去 大概是10分钟左右就到了 这里也是拍摸我这个视频 最美的地方 我自己有自己的坚持 坚持什么呢 一团一拍 我不会把上次出太阳的视频 放在金团里用 因为我觉得这样做没意思 每个团春夏秋冬 每个季节来 晴天阴天也好 他也有东西看 然后讲一讲这里气温 这里叫做山的中间 相对上没有云产明那么冷 气温大概是20度左右 因为今天天阴阴阴 如果我上一团 每月来那团是晴天的话 是比金团的 这里我简单点叫做桃花岛 这个桃花岛真的非常之美 哪怕是傻的都知道 这棵桃花是假的 但给你的感觉就是非常之美 因为周边的水 全部都是蓝色绿色 而中间有一棵粉红色的植物 非常之美 亦都吸引了很多人去拍照打卡 这里怎么拍照打卡 很多人都会拍过背脊 这里有一件事要注意 因为这个景区是没有围囊 还有这个景区 如果旺季起来的话 真的很多人 小心你坐在河边的时候 突然之间旁边那个 撞一撞你 你真的会掉到河 不要开玩笑 因为我们这个团队 真的超多时间 我连对面那些山路 我都走远 你想想一下 所以我们这个团队 放得挺足够的 因为平时团队 最激烈的话 就九个字已经完 当然 你说游览时间 当然要看天使地的任何 有时你的印象禮缸 订得早的 一点几个场 你一定是要好说的 对不对 我们这些团队 订得两点几个场 印象禮缸 所以时间是轻松的 你走到尾 自然会有个电瓶车 乘车柱 你搭回那个 哥尔夫球车 电瓶车 出去就可以了 出去玩 然后再转回大巴 落发山 大致上整个熟龙雪山 的景区阳南 就是这样玩的 有时来说 不去小索道 就去中索道 即是无偶瓶 基本上十间旅行 写得一间 会做无偶瓶 大部分的 都是做云餐瓶 然后你说大索道 冰川公园 本身我们这个团队 是会去的 但没办法 天气不好 所以就cancel了 变成云餐瓶 之后我们就落发山 我们就去吃午餐 午餐呢 今一餐是吃这个 火锅 排骨火锅 都是半字座式 肉不能加的 然后菜是可以加的 餐厅的二楼就是 肉龙第四角 那是什么意思 大家自己想 因为很多人 都是早上很早起床 要看两点几的 镇状泥干 时间很充足 没有什么做 所以我们这个团队 都会前往 肉龙第四角 大家看到了 我带盘银上来 我自己 都不好意思 不消费了 消费下了 70分60分钟 去完肉龙第四角 我们就前往 去看镇状泥干 镇状泥干 我们的团队 也是包裹的 也是必须要看的 表演之一 那剧场在哪里呢 就是3号停车场的旁 游客中心的旁边 你看到整个鸟巢 然后有一些红泥砖 那就是镇状泥干的表演场地 镇状泥干好像有几场 第一场是1.50分 第二场是2.50分 大概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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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吃完饭了 然后坐一会儿 坐到2分钟 来看镇状泥干 是我改的时间 因为 本身公司订的时间 是1分钟 那场 但我觉得时间有点赶 因为今天我们 很多时间 只有浪雪山 然后再走出河古城 所以我改到2分钟 这个时间轻松一点 当然你要提前 做一会儿 跟人家改的 还有如果是王贵 是不能改的 王贵的时候 你马到张飞看 已经是很好的 这里是说马帮的生活 因为马帮的生活 你出发的话 起码几个月 长的话是几年 甚至路途遥远 有时候来说 一去不逢不逢 所以每逢马帮回到家 的时候 他们真的很好开心 他们会喝酒进落 所以你有看昨天那一集的话 严家打远 为什么是凤在上 龙在下 就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他家里的男人 去了做马帮的生活 而家里只有女人去管理 所以是凤在上 龙在下 印象丽刚 由我们国家一级导演 张艾环去主片 真的是一级导演 因为他后面每一个故事 每一个情节 每一首歌 他都有他背景 他的故事 都是根据当地的民族 文化而他写成的一部歌舞剧 而这一篇又说什么呢 这一篇就说 立西族的玉龙第三个事 看到不看到 一对情人 在大家的眼前消失 然后后面那些人 全部叫他 纪念他 全部都是那些招魂花 看到不看到 可以说 如果你真的懂得看 印象里刚的话 你明白他的故事 说什么 你真的会看到哭 好感动的 看完片之后 好了我们下山去床古城那边 我们今晚吃的是马邦菜 马邦菜要吃得够正宗 一定要去马邦大圆 马邦大圆 也就是人家以前 真是马邦人开的餐厅 进到他一边 他也有介绍马邦的生活 由普里那边出发 然后去到四川 又有 去到香格里拉那边 又有 西藏又有 除了可以了解他们的马邦文化之外 这里还可以看到很多 当地的中药材人 包括 云南很有名的三七 葬花 那些都有 这餐就是我们的马邦大圆 吃完饭之后 我们就回酒店 放下行李 准备出来走出狂烤食 回到来也是酒店的晚餐时间 逢星期五 和星期六 才开的晚餐 看看有什么吃 他的酒店自助餐是98元一位 有蓝盘 然后还有萧山豪 很棒 由六点钟开餐 吃到九点钟 烧鸡 烤腸仔 什么都有 有样东西要留意 酒店的自助餐差不多 每晚都有 是星期五晚和星期六晚才有 最重要是什么 酒店环境很漂亮 98元 真的很值 我们放下行李之后就出来了 走去粗河古城 这里是酒店的大门口 走去粗河古城 远不远呢 非常之远 走过马路就到了 速河古城 我觉得是整个蓝盘最棒的古城 为什么呢 因为它很宁静 蓝盘那里 真是便宜 很吵 而这边呢 非常之安静 它的酒吧也是清花为主 这边除了有可以帮你化妆 旅拍之外 还可以骑马 骑马好像是五十一圈 围绕整个速河古城 兜一圈 我自己就不骑马 我宁静听歌 当然 我也是没有消费 在街上听 这个地方叫做四方停音 大家要记住这个位 因为也是整个冲河古城的中心位 如果你看到它又放了一样东西 證明今晚八点钟 会有溝火万会 但今晚下雨可能不会举行 除了可以玩这个溝火万会 大家一起跳舞之外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叫做飞花竹水 飞花竹水也是当年的酒吧家 如果你批评我 我就骑马你 好男人都被猪虹 早上不开心 我们也有美声美飞的大小 请包那么小 你哪里出不了 想不到在这边也找到我的心灵鸡汤 这也是非常现实的句子 是这样 又过了一天 明天行程更简单 明天第五天 由麗干直接铲回昆明 明天晚上应该不跟身 因为明天都是坐车为主 没什么好说 我是你的香港水果导致小豆子 7月6日在云南泥干为你现场报导